作为当红顶级流量的肖战和他的小飞侠们,一直以来都热衷于公益事业,努力将公益事业落实到实处,将点点星光汇聚成光芒,温暖大众,温暖社会。 他们所做公益,包括教育、扶贫、儿童、养老、动物保护、环境环保、疫情捐款等各个领域,为需要帮忙的人们,贡献出了自己的绵薄之力,不问得失,不求回报,一直默默地付出着,原本很小的事情,也将会被无限放大。 这部,因为校服上的印着一个大大的赞字,肖战又成了被攻击的对象,其实赞字有非常多的理解,有很棒,很好的意思,或者说是红眉赞。 许多网友质疑,是粉丝将代表肖战的昵称印在校服上,有利用校园公益追星,饭圈文化进校园的嫌疑,事情一旦被无限给放大,那么处理起来就很难了。 所以,官方也做出了声明和道歉,就在6月5日凌晨,主办方毕业后,公益基金发表微博回应声明,并且在文中向公众道歉。 博文中毕业后,公益基金这样回应,是由于工作考虑不周,对活动中出现的示范校校服字样把关不严,而在服装设计中赞字,本意是引用赞字积极向上的寓意,并非网友所理解的赞字的奇异。 同时,基金会也声明,已经将所捐服装及活动物资悉数回收,并在后续的工作中接受社会监督,坚决避免再次出现类似的事情。 直到现在,这件事情依旧在不断的发酵之中,许多肖战的粉丝对此并不买账,认为仅仅因为网上的一些不良言论,就做出这样的处理方式,是极其不公平的。 不但对粉丝们不公平,对孩子们也不公平,但是,事已至此,也无法改变,官方也许是为了稀释宁人吧。 毕竟最近一段时间,对肖战的负面言论实在太多了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也挺好。 就像在肖战新专辑《光点》发布的时候,粉丝们所言,没有人能把努力发光的你拉进黑暗里,而我们也会陪伴你闪闪发光。